然後他就用這個東西 好 本來我的想法是說 願理營造可能只是好朋友的公司 現在處理了 顏寬人怎麼會自己的名片 把願理營造放上去 掛上去 對 你如果不是高東 你說你的名片怎麼可以放這個 你放這個就不是跟人家說 這個公司我會 對 背後大老闆就是顏寬恒 不及如恥 因為願理營造 我想說這位林董事長 他其他監到的或者投資到的 還有什麼 轉投資關係 還可以再看到兩三家環保公司 環保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產業 也是特殊行業 那就是告訴你 顏寬人現在就有個麻煩 如果你的名片印這樣子 你財產申報名又沒有 違法 漏報 我要提醒 你記住顏寬人 你現在是要選立法委員 守法是最基本的ABC 對 不是有人違法沒有被抓到 叫做厲害 守法是ABC 對 你要知道什麼叫做利益迴避 利益迴避有法律的 利益迴避就是哥哥的詞詢 不要跟弟弟有關係 利益迴避就是 你不要去碰 不要去關心 你們家親戚有關的案子 哪怕是你弟弟或是你 或是你們家什麼樣的人 利益迴避就是 不要把人叫到你辦公室裡面 小房間裡面去想問事情 盡可能是在公開的 有什麼問題攤在陽光底下 所以這張名片 顏寬人大概沒想到 這張名片還會扯那麼多事情出來 這張名片真的是大有玄機 明明沒有掛名是什麼職稱 但是卻有四家公司 但是這四家公司 其實都有正式的董事長 或是什麼負責人名稱 但都不是顏寬人 所以到時候顏寬人 如果真的選上立委到立法院去質詢 你相關的行業等等 如果你又在經濟文會 這全部都是相關的 所以你的質詢內容 都跟自家的利益有關 那現在還包括國民黨的 這個臺中的立委 楊琼英還有不分區的立委 鄭立文最近就提案 把這中國新達電廠 燃煤改燃氣機組的預算 760億元給刪除 來明宇 現在到底包括國民黨 顏家或是盧秀燕 他們在打什麼算盤 這個如果刪掉 那豈不就是代表燃煤要增加 燃煤要增加 難道105號碼頭 這個除煤是不是就要增加了 真的不知道國民黨在閉箱 先來講 就是說這個楊琼英跟鄭立文 他們兩個就是聯手提案 這是中央政府的這個預算案 那他這個就是提案當中 就發現說這兩個人 把中火跟新達電廠的燃煤 本來要改建成燃氣組 預算有760億 他提案把他刪除掉 那不知道說這兩位立委 是為反而反還是怎麼樣 因為你不可能說你左手在那邊講說 啊我這個台中人啊 我不要再用費 就是用費發電這樣子 你左手好像打著這個正義的旗幟 要幫台中人謀福利 就你右手去刪除這個預算案七百六十億 本來中火是有計畫把燃煤改成燃氣機組 這個不是很好嗎 也可以解決這個用費發電的問題 解決這個中火的燃煤量 那這個提案 結果你們兩大立委聯手把他預算刪除 這我不太懂 對 這那雖雖裡面一直在講說 這個台中人很可憐啊 中火一直在燒燃煤 那這個明明就很好機會 為什麼你知道提案刻意去把他刪除呢 那這是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說 那既然國民黨打的算盤 就是說又反三階 因為你反這個大塵電廠 那這個已經講過了 如果你一旦反三階的話 你會增加五百萬噸的燃煤用量 對 那你這個又開始反三階 然後你又不要 不要把燃煤機組改成燃氣機組 然後你又在那邊喊說 台中人不要用費發電 不要這個增加中火的排碳量 我會覺得說國民黨你說的跟做的 就是完全完全充滿了矛盾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是說難怪大家會合理的懷疑 像包括這個陳世凱議員 也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子一昧的在護航中火 就一直要讓他沒有辦法轉成燃氣機組 你是不是又連結到說 你是不是在幫顏家的利益 顏家我又覺得蠻衰又中槍 因為顏家你就是在經營105號的碼頭 那105號碼頭你就是跟燃煤 跟這個那個 限煤碼頭 這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你這樣不是限顏家與不易嗎 我會覺得說 那這個這個 我會認為是這兩個立委要把 為什麼你們要刪除這樣子的預算 我覺得要說清楚 不然這裡又連接到顏家 那你不是就是 你就是陷害顏家的最大的兇手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 藍營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來玩 因為這個包括跟這個顏家 跟這個台中市府都有關係的 這個綠營立委 蘇智芬就想 台中電廠工程給顏家 環保是給議長 只要有接到工程 就固定10%給顏家 那再來顏空來說 如果要新增燃氣機組 你就要先淘汰燃煤 105號碼頭沒有卸什麼台電的 這個煤炭等等 蘇立委所有的故事 指控沒有證據 無從回應 但是現在所有的訊息 這個蒐集起來 看起來都是對顏家有利 搞到最後都是要燃煤 其實你把它想想看 這個已經不是說三階公斗 還沒有出來在反三階 這甚至於都已經在反一階反二階了 你在一階你說星達港 二階你們在中火那個地方 本來就是因為 你這個整個空汙 我們就希望說這些 這些比較致癌的 這些重金屬的 它會到最後會排放 排放完以後 會在整個天空中掉下來 大家的肺本來會不好 那你今天竟然是不只是在講三階 你連把要一階跟二階的 就是說變成連中火那個地方 通通都反 你全部都是要改建天然基礎的部分 你這整個預算 你全部都是把它給刪除掉 你把它想想看 你今天在楊瓊英 他是台中的 台中的你說你對台中市民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經過 台中市民的同意 不曉得是站在民意的對立面 還是那個是台中多數的一個民意 但是至少你說在一階的部分 你說在整個新達港的部分 他這個一定會惹惱高雄 會惹惱我們屏東 為什麼 你說新達港 那個煙囪一直發電發電 超過一半的電 是藍電北宋 然後高雄又倒楣 他只用到一半 一半的貢獻台灣所有的 經濟發展的一個用電 我們屏東更衰 我們就不需要你的電來 結果你的空物又漂到我屏東來 我們就當然希望你趕快 把它轉換成用天然氣來燃燒 所以今天你把它用 國民黨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定很多人會去聯想 為什麼要這樣做 會不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利益 蘇智芬委員去講說 你說台中的一個電廠的工程 你說給特定人拿走 或者給議長給拿走 只要接到工程的人 這些都有固定的一個回扣 這就是回扣了 那這些變成是 如果這些指控都是屬實的話 這個是真的都是他們的一個提款機 我看顏光這個回應裡面 就變成說 所以你只是說故事而已 沒證據 無從回應 我告訴你 如果講假話的人被指控 你意圖使人不當選 你這個是對我的一個污媚 對 可是 他的回應軟弱無力 無從回應 看起來是說 編故事 所以指控的這三樣裡面 我內心在想說 到底是說到幾樣 對 到底這三樣是說到一樣 兩樣還是三樣都是 對 所以這個回應裡面 就太多的想像的空間 對 來 永恆議員 所以現在是 原來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真正嚴加的 就是賺這些燃煤的錢 沒有錯 真是說一套做一套 我比較好奇是說 為什麼你一定要把這個燃氣機組 把它這個預算刪掉 要把那個預算刪掉 既然口口聲聲都在關注的是 台中的這個火力發電廠 產生的這個污染的問題 那把它轉成天然氣 用燃氣的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唯一合理懷就是 它繼續護航這個燃煤 要讓這個洩煤碼頭 繼續有煤可以進來 讓它可以繼續燒 那洩煤碼頭有進來 每一公噸就能夠賺多少錢 每一年有多少萬噸要進來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護航 我覺得楊琼英這輪就是護航 比較有趣是 護航燃煤 全力阻擋燃氣 是 就是在護航燃煤 否則你幹嘛 把燃氣機組刪掉 你應該趕快建了燃氣機組 然後才能讓燃煤機組 退役嘛 你為什麼要把燃氣機組刪掉 更何況 這個當然跟三接 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但是這個直接關係到 台中火力發電廠 對 中火嘛 現在中火就是我要 廢掉兩組的這個燃煤發電 我用燃氣發電嘛 你把它刪掉之後 也無從廢掉啦 你也無從替代啦 這齊心可意嘛 我覺得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護航 一個坦白講 就是要讓台灣亂啦 它是只要對你台灣好 對你台中發展好的 他們就是不要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包括楊瓊英 包括鄭麗文 他們之前要講清楚之外 我覺得其實顏寬恆 對於這個蘇智芬委員的指控 坦白講也是 我也覺得這個回應不太像是 如果真的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他的回應不會只是這樣軟綿綿的 他不是要告嗎 他現在不是告好幾個媒體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要關注 還有一個我剛剛 他這個名片裡面有一個 台中縣豐州公油土石資源處理場 對 這是一個水利地啦 這土地屬於水利局的啦 過去縣區現在已經到台中了嘛 這是公家飆出去的啦 我知道的是這幾十年 全部都是這一間在處理啦 一個公家飆出去的土資場 為什麼幾十年都是這家處理 結果名片上都印了他 我突然覺得這個市政府也要說清楚 針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們現在已經覺得說莫名其妙 我這二十年來都這樣啊 對不對 我不是 鹽匡人不是今天才這樣啊 只是因為這過去二十年來 大家都沒有關注到說 原來你鹽家 原來你地方派系 是這樣在處理事情 原來工部門是如此 在配合你們家 但是現在全國都在看 公有土石處理場 變成他家了耶 不是嗎 所以我才好奇說 他怎麼會把這個也把他印到 他的名片上去 他也不是印下面那間公司 他是把這個土資場就印出來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會有一些地方派系的名代 他會其實很少 但他會講說 那間公司跟我有關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說 你有需要你要跟他說 我來幫你處理還是怎樣 但是他把連這個公有土資場 都把它放上去 我覺得這真的是已經 坦白講就已經他覺得說 這就是我們說了算 我也不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嘛 對 妹妹解釋了 公營變嚴家 公家變嚴家 然後呢邊罵中火 然後邊賺這個中火的錢 所以這公家就是我家 公家就是嚴家 對 就是嚴家嘛 就是我家嘛 嚴家不就是這個道理嗎 中火這個事情 我真的是不懂盧市長 盧秀元當初他競選的時候 他一直說什麼 市長換新 空氣就會變清新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盧市長 換成天然氣 燃氣機組不好嗎 好很多啊